好,各位同学,那么我们现在正式开始这节课的内容了 在上节课的课程的结尾 我给大家演示了一个奇怪的现象 就是 它将得到的是一个INT类型 而不是这样的一个圆祖类型 好,那么我们来解释一下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我们上节课也说了 这肯定不是我们的Python IDLE解析错误 而是因为这个小括号在Python里面 也既可以表示圆祖 同样它也是我们常见的这样的一个数学运算里面 记得数号 我们可以看一下 1加1乘以2 这样的一个运算 好,特定是 也就是说这个小括号在表示运算优先级括号的时候 和这个圆祖是有冲突的 好,那么既然有奇异 那么当我们把这个括号1传到这个type里面来的时候 我们IDLE其实是不知道 你到底是要表示一个圆祖 它是要表示一个数学的一个运算符号 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面 Python只能做出一个硬性的一个规定 就是如果你是括号 然后里面只有一个元素的话 它会认为你是要做这样一个数学运算 所以说它并不会显示出是这样的一个type 而是会把这个1运算出来 实际上它就等同于 运算之后的最后就是这个 所以说它能得到的是一个int 好,那么由于IDLE这样的一个规定 那么就产生了一个问题 我如何定义只有一个元素的圆祖 我们之前定义这样的一个123 大家都很缩手了 这是一个圆祖,对不对 但是如何定义只有一个元素的呢 我们可以看到如果我们这样写的话 它并不会得到的是一个括号123 它会把它运算出来变成1 好,所以说在Python里面 如果你要定义只有一个元素的元素的话 你要假装在这个1的后面 还有一个元素,加一个逗号 好,这样运行出来的结果 它就是一个元素,我们可以看一下 好,Table 好,那么接着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 如何表示一个元素都没有的空的这样的一个元素呢 表示方法就是直接是一个空的圆括号 里面没有任何的元素 我们看一下 看好,元素 好,然后我们换一个新的IDLE 有时候我们要多尝试的去发散的去思考一下 假如说我现在把这个元素换成列表 而这个列表也只有一个元素 1 好,大家觉得它运行的结果 会是这样的一个硬特类型吗 不会 它会认为它是一个List 好,以上就是我们开释里面的一些小的知识点 这些小的知识点还是我所说的 可能平时你编程的时候 并不会觉得有什么用 但是万一你要是忽略了这些问题 非常容易引起你程序的bug 好,那么这节课剩下的时间 我们尝试对我们之前的所学的这样一些基本类型 做一个小小的回顾和总结 好,其实到目前为止 我们学习了像这样一些int,float,还有这样一个whoa类型 好,这边说我们的strs,fund,还有我们的list,tuple等等 这样的一些类型 好,前面这三个我们之前说过了 都是number,这种数字大类型上面 这个比较简单,我们就不再多说了 我们重点看下后面的list,tuple和str 如果大家有仔细听我讲课的话 就会发现制服券,还有列表以及人组 它们之间的很多的操作是非常相似的 好,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们是如何 来引出list和tuple这两种类型的 我们是通过这样的一个组的概念 好,那么这里我要说的是 在python里面这个比较正规的学术名 并不是叫主,叫什么呢 它叫做序列 好,既然我们发现 制服券,然后列表和圆主 它们之间有很多共同的特点 那么其实我要说的是 str还有list以及tuple 它们都是这样的一个序列 在pass里面 对,制服券也是可以看出序列 怎么理解呢 大家可以看到,比如说这个制服券 Hello World 其实你就可以看出 这个制服券是由一组单个字名所组成的 好,既然这个制服券列表和圆主 都是序列这样的一种类型 我们可以在这里来总结一下 序列都有哪些共有的超过 好,这个其实很多知识点 我们之前已经讲到过了 这里相当于总结和复习一下 比如说一个制服券 Hello World 它是可以通过这样的一个中国号加一个序号来获取它其中的某一个元素 对不对 同样,比如说这个123这样的一个列表的话 它也可以通过这样的那种方式来获取到 所以说这个就是一个通用的一个序列的相关的操作 好,那么从这个操作我们可以看出 序列有一个很重要的特性 就是序列里面的这个元素 每一个元素都将会被分配一个序号 比如说那H对不对 代表的是它H是0号 E是1号 这个也就是为什么它叫序列的一个原因 每一个这样的一个序列里面的元素都有一个顺序 也有一个序号 这个是大家对于序列这种类型最基本的了解 也是必须要了解的一点 等会儿我们还会介绍一种无序的这样的一个集合类型 到时候大家学习之后就会知道 这个为什么它叫序列 因为它有顺序 同时每一个元素也将会被分配一个序号 好,所以说序号这个概念 是大家对于序列的一个要理解的地方 好,然后还有一个操作 这个是切片 切片这个我们之前讲到过了 只不过我们没有引入这么专业的和学术化的名词 切片就是什么 这个就是切片 切片这个概念 大家要了解像这样的一个复数的这样的一个用法 我们就不再赘述了 好,关于这个切片操作 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用法 我们目前为止的话 这个切片里的这个数字 我们最多只用到了两个数字 我们其实还有一种用法 就是三个数字的用法 好,我们直接复制看一下结果 它将输出这样的一个奇怪的一个字符 好,那么我这里先把三个数字的这样的一个切片的用法 当作一个彩蛋 我先把它埋下来 后面我找一个合适的实际 再给大家讲解这样的一个意义 当然我更加希望大家下去之后可以通过不断的去输入去变化这样一个数字 来猜测一下三个这样的一个数字的这个切片 它的这样的一个意义和用法 好,那么序列还有什么样的一些特征 序列可以加合成 这个我们已经演示过很多次了 就不在这里再演示了 好,这里再给大家介绍 几个我们之前没有提到过的序列的一些操作的特征方法 我们换一个IDL1 好,如果我想判断一个序列中是否 注意,我说是否包含某一个元素 这个代码应该怎么写 比如说我想判断3 是不是在这样的一个 1,2,3,4,5,6 这个列表中如何来写这个代码 好,这里我们要引入一个新的 这样的一个运送符号 叫做E 好,那么我们刚说了 我强调的是否 对不对 所以说大家可以猜测一下 这样的一个代码 它的一个运行结果 应该是一个什么类型的 很明显 是否应该是一个不往类型 好,我们回去看一下 True 真,真代表的就是 3确实是在我们所列出的这个列表中的 好,那么我们可以看一下 比如说10是不是在这个列表中 不是,对不对 所以说它反过是Force 好,那么这个代码的写法 是为了判断3 是否在1,2,3,4,5,6 这个序列中的写法 那么我们变成有时候要反过来来思考一下 如果我现在想判断3这个元素 大家听好了 3这个元素是不是不在1,2,3,4,5,6 这个序列中 这个代码应该怎么写 有一点点的绕 它一次的语法是非常的人性化的 这个是判断3是否在这个序列中 那么如果我要反过来 其实就是在这个前面加一个NOT 好,然后我们看一下结果 上面的运算得到的是这样一个True 然后下面很显然 3它不是不在这个序列中的 所以说它是Force 好,这个小知识点 大家目前来说的话 听一下 如果不是太明白的话 或者说不知道它到底有什么用 这个没有关系 我本来一开始没有打算在这里 提前讲这个逻辑运算符的 我们到后面会专门有章节 来讲这样的一些 两个变量之间逻辑关系的这样一个章节 所以说大家先不要着急 先简单的了解一下 好,那么这个小知识点 大家听一下就可以了 我本来没有打算在这里 提前讲这样的一个 LOT印和印这样的一些 我进行算符 但是由于这个知识点 它确实是我们所说的 这个序列的一个 共有的一个特性 所以说我在这里 顺便把它给先列出来 后面我们会有专门的章节 来讲这样的一些 LOT印和印等等 这样的一些操作符 好,那么最后几个特点 就是关于序列的 也是它的一个共有的操作 如果我想知道一个序列 它内部总共有多少个元素 应该怎么办 我们以为一个新的方法 这样的一个LEN 我们在里面传入这样的一个列表 好,那么这个函数调用之后的结果 它应该显示的是6 因为我们的这个列表中 有6个元素 好,看一下是不是 我们最好不要老是拿这样的一种列表类型来举例子 我们可以换一下 因为我们说了这几个字符串 包括这个元素 它们都是属于这个序列 我们看一下它的结果 它同样会统计这样的一个字符串 内部包含了多少个字元素 是一个 好,那讲述 我想求这个序列中 最大的这样的一个元素 是哪个怎么办 好,我们再以为一个新的环数 好,这个我们需要 把这个数字的这个列表 给放到这个max这个函数里面来 好,然后我们回头看一下 它应该执行的结果是6 球最大的这样一个元素 6 好,那么 最大值的球把这样 我们看一下最小值 怎么样 这个函数代表 球这样一个序列里面最小值 好,很明显 可我们可以猜到 它的运行结果是1 好,那么 还是我说的 我们要多尝试一下 这里很明显 我们是拿了一个数字 类型的这样的一个列表 放到这个max函数里面 再运行 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 假如说 我们在这个max函数里面 传入的是一个支付串 比如说这个hello word 好 大家觉得猜一下它的运行结果是什么 其实我也不知道是什么 但是我知道它一定不会爆错的 因为我说了这是共有的这样的一些操作 既然你的这个列表能够通过max函数 求出来最大的是6的话 那么这个支付串 一样是可以出现的 我们看一下 W 好 那么这里为什么会出现W 一个列表里面如果它都是数字 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大小的概念 那么支付串里面的这个字母 它也有大小的概念吗 有 我们可以换一下 我们可以把max改成min 好 那么根据上面这个结果 我猜测下面的这个结果 将输出d 好 我们看一下是不是的 我也是猜的 我这里猜的不对 它没有输出d 它什么都没有输出 它确实是什么都没有输出吗 不是的 它还是输出了 只不过它输出的是这里的这个空格 那么我们把这个空格给去掉 再看一下 好 这个时候我相信它肯定输出的是d 对不对 d 好 那么我们可以总结一下 或者说推测一下 先不管输出这个空格 我们先看一下 最大的是w 最小是d 大家有没有联想到什么 a b c d e f g 然后一直到x by z 这样的一个顺序 好像是按照我们的这个顺序在排过的 因为在hello world里面 d从我们刚刚说的这个字母顺序里面 它是排在最前的 而w很显然 它是靠后的 好 我们翻一个ndre 刚刚的这个问题 其实涉及到这样的一个字符编码的问题 这个我们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大家先来简单了解一下就可以了 我们显示出来的是这样的一个字符 但是其实在计算机的内部和存储的时候 不太可能直接把这个字母直接存在其文字里 它需要通过一些编码 最为通用和最为基础的这样一个编码方式 我们只要做这样的一个ASK码 好 这个名词大家知道就行了 这个ASK码 每一个ASK码和字母之间会有一个对应的关系 我们可以再把字母转成ASK码来看一下 比如说我们刚刚设计到一个w 设计到一个空格 然后 还设计到一个d 然后我们分别看一下这三个元素的 这样你要是三个字符的一个ASK码 好 首先我们介绍一个方法 or d 这个方法元素 它可以接收一个参数 这个参数就是你要转化成ASK码的这样的一个字母 比如说我们先来看一下w 它会得到w的ASK码 119 119 好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d 好 它是多少 它是100 对不对 好 我们再看空格 好 多少 32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 我们刚刚通过这样一个min max 它也会对这个字符串产生下一个作用 之所以我们用max 然后这样一个字符串 它得到的结果是w 是因为这个119最大的 好 那么同样如果我们用min的话 我们将得到的是最小的一个 很显然是空格32 那么同理把32空格去掉之后 就可以得到了结果d 好 好 这个就是我们相关的函数 对于字符串 它的一个作用的解释 这个建议大家了解一下就可以了 好 那么各位同学 我们本节课的内容就先讲到这里 这节课的知识点比较零散 还是希望大家下集课 我们能够再总结和熟理一下 那么这节课最核心的内容 还是在于 大家一定要理解序列序列 它的序到底代表的是什么意思 好的 那么我们下集课再见 下集课再见